怀疫苗却成了植物人 家属指控政府不愿赔偿 一名55岁的罗姓女子 去年7月底施打第一剂AZ疫苗 却在5天后突然头痛昏倒 送医急救之后 发现是心率不整 导致新阴性休克 让她卧床不起成了植物人 但是专家小组认定 因为不是血栓引起 所以判定跟施打疫苗无关 拒绝赔偿 这让家属不能接受 已经向中央提宿院 到现状才是植物人 陈先生拿出妻子出事前的照片 短发大眼 长相清秀 原本在银行上班身体健康 却在去年打完疫苗之后 一切变了掉 我太太是一位美丽 而且心地善良 又能干的好妈妈 那我太太不是因为疫苗的关系 变成植物人 不然是什么呢 悲痛念出公开信 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 统统变掉 她的妻子在去年7月27号 施打第一剂的AZ疫苗 接着发烧两天 这原本也是一般打疫苗 会出现的症状 不过就在第五天 罗姓女子突然头晕 头痛在车上昏厥 被紧急送医抢救 诊断后是心率不整 导致新阴性休克 这一躺下去 便从此成了植物人 那我们现在只因为单纯一个 没有血栓 然后就说它不是 这个疫苗引起的 这一样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事情 后后一叠病例 医师仔细翻阅 认为就是施打疫苗引起的 不过专家小组判定 因为不是血栓 因此认定跟疫苗无关 不愿赔偿 那后续这个疏验程序 还是由中央会来进行 这个疏验的一个审议 那请问一下 如果可以这么武断的认定 它是无关 那也麻烦策进会 还有医疗小组可以告知我们 那他的病症 跟什么事情是相关的 陈先生为请律师提出疏验 希望专家小组开会时 让主治医师能有发言权 不然配合政府政策 施打疫苗 却陪上妻子的健康 事隔一年依然求偿无门 实在难以接受 继承林圣街五香三 台北报道